哇 这是拉弓的帅小伙 对 起 一 听见声了吗 刚才设计是响剑 响剑 这响剑也是非故事文化遗产 来了 啊 加速了 一个 一个 两个 这个难度太大了 一轮比一轮小 好 现在要射这个最上的那个圆子是吗 是的 朝天射 来了 太厉害了 小伙伴太帅了 棒 欢迎啊 欢迎来了 太棒了 真帅 真帅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 可能是神射手啊 欢迎欢迎欢迎 来 这边请 真厉害 大家好 我是李云益 我是一名骑射文化运动的一名推广者 我席练骑射有十二年了 十二年 对对对 你这个扮相实在是太地道了 而且走过来那个气场简直了 神射手 对 就是撒手您字的 谢谢 谢谢 刚才我们仨在这个边上看着您的这个表演 堪称教科书般的骑射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古代君子六亿嘛 骑射本来就是其中的这必修课 然后呢唐代有一本这个交涉经 就专门讲到骑射的要求 事如追风 对 目如留电 满开弓 锦放箭 您全都做到了 谢谢 怎么达到的 这个还是得要有足够的热爱 然后我们再去研究 骑射古代的一些古迹 然后再学习一些各类骑射的场景 然后综合在一起 然后勤练 我们创立了一整套相对来说 比较完善的一个骑射训练体系 里面有很多我们研发的一些器材 还有训练方法 我们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 太帅了 以娜老师这种天赋异禀的选手 能不能在您这种创新教材里 迅速找到感觉 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 有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 他都已经小伙子说十几年了是不是 这话您应该问我 你有信心吗 有 我们也想学一下 没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新的一些 训练射速的设备 我们之前我们都是靠人力 来去抛飞把 现在我们后面来研究了飞把机 对飞把机 提高我们训练射速的一个质量 然后同时也提高了安全性 我现在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太好了 好的 这个是属于人力的 这不容易 这都打正中间了 开始飞木板 这可难了 这样能穿过去 帅 都打三瓣 太完美了 我们来看看对比的 刚刚是传统的人工训练型 接下来我们使用飞把机 看看会怎么样 它自己飞 是吧 有这越来越小 这小 但这个对拉弓的速度要求更高了 得快 快 快准很 这个漂亮 其实这个更难 我觉得 帅 我们这个飞盘可以有大小 直径有60厘米的 然后有20厘米的 有10厘米 我这个是最小的 对 难度会大一些 然后也可以根据 我们射手的训练方式 可以调整任何的一个角度 还有发射的一个频率 都可以调整 来吧 我们 挺难的 首先我们的两个脚要与尖同宽 与尖同宽 我们射箭的方向就是我们尖的方向 对 然后我们的前脚 膝膝 我们的脚尖对着我们要射箭的方向 膝膝 对着 然后用我们的左手 推弓手 握住我们的弓把 我们看到这一块有皮包住的是弓把 箭与扣入悬上 这是在这个上头 这个箭推进去 对 这个食指放在下面 那手心推 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大家请注意一下 我们中国主流的射法是拇指射法 在我们右手的拇指的第一指关节 嗯 抠住 弦上 抠住弦 然后再用我们的食指 搭住我们第一指关节的母关节 好 看着我们右手的三个手指 握拳 空心拳 松开食指跟拇指 松右手 对 松右手 起 迎 断 我怎么拉不开呢 好 放 这食指放下来 放下来 嗯 哈哈哈哈 再学几年再说 每个人 你看这不是谁都可以 马上就练进来 真不是干这个的料 这只能动嘴不能动手 拳眼朝外 拳眼 拳眼 拳风 对 拳眼朝外 对吧 对 非常好 这姿势很好 帅了 娜老师三 二 一 走 走 很不错 很不错 直接扎住了 大功设计 剑拔弩张 放上 要差一点 就一举举 真的就差一点点 好 谢谢 谢谢 那我们现在体验一下 我们的骑马鸡 骑射 合得这就是练骑术的是吧 对 好 我们骑射的话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 还需要有射术的训练 还有马术的训练 所以我们就研发出骑马机 它可以行进 也可以模拟马的跑步的动作 有点旋转木马的意思吗 旋转木马不就是一直 旋转木马 一直这样上下 对 来 娜老师 放松 这个是幅度最小的 这个幅度很像公园那摇摇乐车 交约 你让他练快 你老实点 对 你感觉一下 那个靶就在你的左边 就首先松开 对 放松 然后 势如追风 对 目如留电 没错了 满开弓 锦射箭 这个他怎么不走了 你稍微往后带 对 带就停了 好 刹车 到战了 好了 来 岳长 我来 千万小心 岳长 你来试一下 这怎么办 对 带住他 对 走 走 什么叫不用扬鞭自奋提 马上开始 弓箭 弓箭 好 先放 放 放 要这怎么 放 要这怎么 你要松 你三个手指要松 对 要放掉 对 来 再来 往这边抬 对 非常好 放 放 差一点 真厉害 尚老师有点意思 对 他挖弓弯得好 走 抬高 好 放 太棒了 马都在为你叫好 关于这马停电了是吗 而且还不会动 应该是没吃到 好 内蒙古是骑射的 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对 那么就是射箭这样 其实已经有三万年的历史了 马的驯服 也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了 对 但是这过程中 其实在不断地变化 嗯 从草原儿女生存的必备技能 是 发展成为今天充满了 近距性的这种体育项目 对 我们应该说对内蒙古大草原的 骑射文化充满了兴趣 那么它的传统飞移又会如何展示呢 我们就有请我们的这个 内蒙古的阿拉上门飞移项目的 陈马射箭范师傅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哪个是范老师 在最后面哪个 厉害 太帅了 太帅了 再说 好 厉害 好 好 好 箭无虚发 欢迎范老师 你好 你好 太帅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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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骑过来的时候 过去我只是在电影里才看到这种镜头 我们阿拉上的汽车文化 它有各种特点呢 主要问题是这个工的工作单位 一个工是一米四到一米四五 这个赛道的长度呢 七十五八公 工等也是一个标识 对 程马射箭一共有三个字 第一把射的是栗子 第二件是 按摩的射 橫的射 第三是 反手射 反手射 对对 厉害了 花石射 还有一个特色就是 必须得戴帽子 必须要戴 必须要戴 那有没有就是一边射箭的时候 帽子就飞了 帽子飞的话 你射中也不算 对 其实院长您发现没 当范老师来了 我们在看着李老师 就明显能够看出 传统的和创新的区别 对 对吧 我们这个键呢 也是一个创新键呢 我们有一个输出的系统 就是换弹甲 我们这个键已经全部射完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它驳风收回来 然后进行换弹甲 然后这个时候呢 拿着新的弹甲 对 按上 然后再让它按上 这个换装备的速度太快了 太快了 对 范老师看到这个创新的装扮和装置 有什么感受 可以学习 但是传统的这个东西 坚决要保住 坚决不能丢 就是这才是根 才是魂 这个是从您父亲那天开始用的 还是您自己的 那祖父那边 祖父专门给我保留下 祖父专门给您保留下 其实啊 飞移运动就在我们身边 再加上我们这个创新 对 创新的飞移之后 就还是要保留传统的这种文化 但是呢 注入了创新的这个新的生命力 是 我觉得这个程马社舰也好 这个就是包括伯克这些 草原的飞移的运动项目 它过去是为生存而产生的 那么今天呢 不断地走向新的时代 融入今天人们现代的生活 并且成为一个我们世代能够传承的 一个飞移项目 我觉得体现出我们草原民族的 这种豪迈的性格和民族的精神 对 我觉得就是草原人民 就像蒙古马一样 就是风雨无阻 亦往无前 不畏艰辛 对 所以才孕育了草原儿女 这种吃苦耐劳 亦往无前的精神品格 草原运动攒生命之力 草原儿女洋运动之魂 就是草原运民族的 复权 前面有运动 course 小甜湖